蘆洲獅子哥那一團也增加了五例的本土病例 而這個獅子王他的女兒住在高雄的小港也確診了 可是到底跟他有沒有關係呢 現在不明 羅東的游泳場現在多增加一例 可以說這三天以來我們的本土病例急劇的增加 整個台灣這些所有的本土案例 他們的足跡遍布全台灣各地 現在可能除了外島之外 全台灣很多地方都人心惶惶 很多地方都在消毒 而我們接到的最新消息是 台北三總的松山芬苑 今天下午開始 已經緊急的關閉了門診的部分 全面大消毒 可是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柯文哲到目前並沒有對外說 指揮中心也沒有進一步的說明 先來看看消息非常混亂的部分 這都是媒體報導 不過必須強調 指揮中心都還沒有 確認也沒有公布 一切以指揮中心為主 包括蘋果日報今天講說 總統府有員工的家屬疑似遭到匡列隔離 今天在記者會上 陳時中針對這個部分是說明天再講 那總統府的發言人是說 大家不要過多揣測 所以到底有或沒有 沒有人說沒有 沒有人說沒有 可是沒有證實 那在總統這個地方 這個總統府是說總統跟副總統並沒有跟這個員工有過接觸史 工作的動線也完全不同 總統府進一步進行全面的消毒作業 可是他們並沒有說是誰或者是有沒有員工的家屬被匡列隔離 是說明天才會宣布 另外聯合報有報導 高雄有兩名大學生疑似與確診者住在這個同一樓 就是兩班停課 我們只能看到表面有人停課 有人消毒 有的地方是閉電 就是這個鐵門拉下來 可是很多訊息指揮中心是還沒有確認的 包括彰化也有兩個確診的病患被帶走 三立友台也來這個做一個這個訊息的插播 他是說土城有一座這個有一個大樓緊急通告 住戶獅子會聚餐確診 所以現在的訊息非常多 那疫情指揮中心是說 每一天的這個確診人數的報告是前一天的6點 包含6點之前做總結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早上才發現有人確診 是不會在今天下午2點的記者會的案例被公佈的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訊息出來 你可以相信今天的數字絕對不會是完整的數字 因為剛剛的說法你也聽到了 我實在不認為防疫應該有什麼 5點 6點 7點 5點 3點的 防疫有這種東西 病毒會分 6點我出現了 4點我不出現 我不覺得 前置我直接跳很多過程 直接拉到後面 如果有一天 對不起 我希望不要有那一天 如果有一天現在是1000例 每天要講12352 13000 還有沒有需要這種東西了 我個人認為 接下來的已經會變成本土常態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再去公佈足跡 案例 然後去花很多時間去做這種論述 第一個 你把這些病例 就已經標籤化了 因為每天在1203 1204 1205 大家就會說洪威 你是不是1208 我沒有 我不是 大家變成說 然後公佈足跡變成了 去過那個地方 所以剛剛外面不是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你有沒有去過 有去過 妖魔化這些病例了 其實它就是一個感染 如果我們天天這樣子做 未來對這些疫調 對我們以後的防疫 絕對不利 我覺得夠了 陳時中在這一年多來 你汲取的能量 跟你這些記者會 因為這樣子你爆紅的程度 跟你未來要人生 要走政治路 夠了 我覺得應該要放下來 真正去做未來該防疫 去預防大型 未來常態化本土病例出現 該怎麼辦呢 你相不相信這一掛下去 也許明天出現三隻頭 都沒有人意外了 可是如果每天我們還是死守在這些 病例 然後去研究裡面一個又一個 我個人認為真的太沒有道理了 每天我們都把這些 什麼獅子王 然後誰 然後去做這些東西 問題是我們太多的東西壓著 沒有讓這些東西出來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今天柯文哲 現在正在做的 抗體普篩 你知道廠商 台灣現在已經有9家廠商做出來了 這個速度之快的 它就是可以讓 今天發生這樣的事情 萬華地區我先把它框起來 然後讓這些抗體普篩 趕快去把它做 可是現在有沒有 不要 今天的記者會講什麼 莊仁祥 我們現在這個普篩 抗體的篩檢 還是要我們中央 我們中央 結果陳時中馬上 他接話過來以後馬上 不過現在疫情特殊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 小小的 這樣 張教授 你去研究看看 聽懂了嗎 該要去做下面的事情 不要再死守以前的那些 你自己自以為的範圍 範疇跟規矩 不過必須講 有很多觀眾 或者很多的民眾要求說 你要公佈疫情 你要公佈確診 那個上網就好了 讀足跡 因為他很想知道說 確診者有沒有經過我家門口 確診者有沒有在我小孩的 這個學校附近出沒 所以你可以看到 網友他們自己根據這個 指揮中心公佈的訊息 在Google map上面做了這樣 所謂確診者足跡的地圖 如果你照這樣子看 只剩下離島還有花東 屏東 沒有出現確診者的足跡 就像舉個例子 基隆的一個確診的婦人 她跑去高雄爬爬燥 所以高雄在這 對不起 高雄爬爬燥 所以高雄也有確診者的足跡 現在也出現了第一例了 還有包括林淑芬委員 還有包括蔡毅余委員 因為到了同一個廟會 去過了跟確診者的足跡有重疊 所以他們從今天開始請假了 來 薇姐 我覺得因為一年多來 其實我們包含花東跟離島 他一直是零確診 所以我希望在這一次 整個疫情大爆發 希望能夠守住我們最後的 台灣後花園跟離島的 最後一道防線 這是我們希望的 但是我覺得今天除了這個案例29例 又在創新高之外 我覺得有幾個訊息 是真的非常值得我們重視的 第一個就是台北市的和平醫院 剛剛陳子也講說 18年前和平醫院 因為SARS的關係曾經封院 所以今天當他 其實昨天晚上就公布 因為台北市衛生局說公布說 就是和平醫院 有兩名的染疫的民眾 所以今天早上任何媒體就說 和平醫院會不會封院 當然包含陳時中跟柯文哲 都再三保證說 目前是不會封院 甚至說這個封院也是 離封院是還很久 可是現在會碰到的問題 和平醫院確實已經有很多的 醫護人員被隔離了 所以其實在網路上 也有一些醫護人員說 因為醫護人員被隔離 現在篩檢量非常非常大 所以你現在等待的時間 就必須比較長 因為醫護人員不足 所以我覺得這個同樣的 就是醫院大家都非常擔心 就說不要像布桃一樣 因為一些管理不周 然後爆發所謂的群聚感染 這個是我們最怕的 然後今天下午又有一個訊息 就是也是在我的選區 就國軍送在醫院 因為他停止所有的門診 然後大消毒 那當然我們現在訊息不明 所以其實大家是比較擔心 就是說在整個疫情的染疫人數 越來越多 那更不要說其實在境外移入 那麼從印度 最近從印度回來 染疫也非常非常多 其實都造成我們醫護人員 他的負荷量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那第二剛剛就講說 總統府裡面到底有沒有員工染疫 大家記不記得在美國的時候 在美國剛開始就是川普 當時川普身邊陸陸續續有人染疫 最後到了川普他自己就染疫了 所以因為總統府終究是應該 對病毒來講 希望應該是銅牆鐵壁 那當然現在說明天再講 那我們也希望說最後是一個錯誤的訊息 可是如果這個病毒 也就是染疫的人進入了總統府 我認為也是在我們整個的 這次防疫的過程裡面 照理說一個應該是銅牆鐵壁的地方 病毒也走進去了 這非常重要 那第三點 明天明後天就是國中會考 那會考 因為現在沒有升級為三級 雖然採取梅花座 然後這個窗戶也要打開 也不能有陪考 但是無論如何 還是學生會群聚大家在一起 要很長的時間 那這兩天陸陸續續 那個有很多家長緊張的地方是說 你看到很多地方的國小 他們開始有的有染疫的 或者是說他的家 家裡有家人染疫 所以就變成隔離 有的變視訊的上課 或者停班等等之類的 從國小到國中都有 所以家長也很擔心 可是他又不能不讓孩子去考試 孩子還是得去考試 那所以明天明後天 整個會考的防疫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所以我覺得在今天不管是醫院 或者總統府或者學校 這三個我覺得對我們來講 都是非常大的一個考驗 另外一個今天有七例不明來源 事實上前兩天 因為大家說一週如果出現三期 就是不明來源的社區感染 就應該進入三級的警戒 後來陳時中不是到第二天就說 我們找到了 我們發現都是跟諾富特 跟黃基石同樣的一個基因序列 所以他講說我們離三級又遠了一些 可是今天看起來立刻 我們好像進入三級又往前進了一大步 那有很多人說 為什麼這個禮拜一直不敢公佈進入三級 是因為明後天的會考 否則會考都不能考 那所以如果會考考完了之後 我們會不會進入第三級呢 那進入第三級這不得了 我在想下禮拜股市要怎麼反應